诸圣明,我们继续来查考这个《丹尼礼书》的第七章。 我们已经谈到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 就是第一大段里头的第一个小段。 我们如果看这个第十五节开始, 那就是谈到说这个《丹尼礼》所见的异象呢, 有一个使者来向他讲解。 我们读到第十五节, 有一个使者来说给丹尼礼。 因为当时丹尼礼的心情非常沉重, 他见到这个使者的时候, 他就要亲近他来问他。 那我们如果看这个第十七节, 这就是他简单的讲解。 他说这四个兽, 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 好,我们先讲这个世上。 你如果看英文就是Earth, 可以说地球或者指着地来讲的。 好,那当我们在看第一段的时候呢, 在《丹尼礼》看异象的那个时候, 他是看到那个大海, 有刮风。 所以在第三节说, 这四个大兽是从海中上来的。 但是在讲解的时候呢, 那个使者跟他说, 这个王是从世上或者从地上来的。 那这样看起来就有一些差别。 。 我们知道说这个地, 在旧位圣经很多时候, 或者Earth, 我可以指着这应许之地来讲的。 我们知道, 在《丹尼礼》, 《丹尼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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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礼》。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四个兽, 要从英许之地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去讲这个第三节呢? 它同时也是从海上来的。 我们知道说, 这个海, 在启示录, 就是不属神的。 那在新天新地的出现的时候, 这个海是不存在的。 这是属世的, 不属神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四个王, 从这个英许之地上来的, 是不属神的。 那虽然他在这个地上, 英许之地, 但是他们的工作是要来做破坏的。 那这个使者很肯定的, 同时也告诉丹尼礼。 这个信尼礼。 这个是跟第二章的内容相似的。 因为最终神要掌权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意象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这个重点 很多时候都一直在重现 我们知道说那时候 因为他看了第四兽之后 他很想知道这个第四兽的真情 到底这个第四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 当然这里让我们知道说 他跟之前的三只兽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说 他的毁坏的工作 在这里也有提到 就是在十九节里头有提到 吞噬 还有那个绝碎就是打成碎片 然后用脚来践踏 那这里呢 有谈到说他头有十脚 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四节 这十脚呢 其实就是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 所以这里的脚是指着王来说的 在圣经里头 这个脚也可以讲一种能力或势力 当然我们说一个王帝 一定有这个权柄 好 我们如果看回这个第二十节呢 这里有谈到说 又有另一脚 长起来 二十节 然后把其中的三脚都连根拔出 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小脚有眼睛 有嘴巴 会说夸大的话 这里说形状强横 过于他的同类 从二十一节来看 他主要的工作 就是要来以圣民争战 要来打败圣民 好 那我们这样看的话 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这个其实这个第四之兽 甚至之前的 那些兽 他们的出现 都跟 这个 跟百姓 敌对 或跟神敌对 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第四之兽的 这个 它的破坏的工作 是什么 因为这里谈到说 它首先是吞赐 我们也谈过说 这个兽 就是跟神敌对的人 或者一个跟神敌对的集团 从先知书来看 就是那些已经离开神的人 或者那些传假意言的人 我们来看 这里神说他必以牧人为敌 要把这些牧人当成仇敌一样 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 我们说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的牧者 会成为神的敌人呢 当然我们在念这一章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说他们是不负责任的 他们不顾这个羊群 这个羊群流离失散了 他们也不去寻找 那他们所做的就是来专顾自己 我们看第十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以牧人为敌 必向他们的手追到我的羊 使他们不再牧放羊羊 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 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 不再做他们的食物 那从这里给我们一个认识 就是说这些牧人 好像凶暴的豺狼一样 会吞刺羊群 那我们说如果这些跟神敌对的人 他要来跟神的百姓争战 那我会发现到说他们其中的一个用意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百姓毁掉 让他们信心失落 离开神 让这些人的灵性 受到极大的伤害 这是我们可以从以西节三十四章里头可以看到的 那还有呢 他就把还有他的另外一个行为 就是把好像那个瓦片打成碎片一样 我们可以来参照一下这个动作 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 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 我们看十四节 要被打碎 好像把 咬将的瓦器打碎 毫不顾惜 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 可用于从炉内取火 从池中咬水 当然这段经文是神向那些 悖逆的百姓 所发出的一个警告 因为他们不想再听先知讲的话 他们一意孤行 他们离去真道 因为他们的罪孽 所以神要把他们打碎 就不再打碎了 所以这个打碎的动作就是不顾惜的意思 那就是说这个瘦 这第四只兽 它是不顾惜群羊的 她也不会去爱护神的百姓 所以我们知道说 当然这就是不负责任的先知 或者更贴切的 我们可以说是那些假先知的行为 我们可以说的 我们可以说的 那这里有谈到说 见他 那同样的我们如果看 以西节书的三十四章 他也有谈到 他也有谈到 这个不负责任的牧者 他们也跌踏这些草 我们来看十八节 三十四章的十八节 你们这些肥壮的羊 在美好的草场 吃草 还以为小事 剩下的草 你们尽用 提 践踏的 你们喝清水 剩下的水 你们尽用 提老魂了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羊如果没有草 它就会死亡 那没有水 也当然会渴死 那你发现说 这个牧者 他的动作太奇怪了 怎么会这样做呢 好像一定要逼的 让那个羊 没草吃 没水喝 我们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这草代表食物 我们常常说 那个水 火水 代表神的灵 那这些 都能够让我们 得到属灵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成长 我们可以说 当这些假仙子来的时候 他会把我们 整个信仰的系统 都搞乱 让我们 让我们没草吃 也没水喝 那这就是 第四兽的 一个 他的 这些工作 就是要来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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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回 那个 丹尼里书的 第七章 我们看回 丹尼里书的 这个 第七章 我们如果看 这个 第四兽 他的 那个 权势 那个权势 是很大的 他是蛮有权柄的 我们来看 这个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那 势力者 这样说 第四兽 就是世上必有的 第四个国 以一切国 大不相同 必吞赤全地 并且 践踏绝碎 这里谈到 他 这个 一定会出现的 一个兽 这支兽 一定会出现 一定会来 做这个 破坏的工作 而且是 必吞赤全地 这里是说 吞赤全地 那我们要怎么 去看它呢 如果我们从 这个 启示罗来看 这个巴比伦 那圣徒 要从那里 逃出来 不要跟他的 罪有什么 关系 所以在这 第四支兽 出现的时候 他控制的 范围很广 那很多人 都会被他 来 什么 掳去 被他来 堕去 所以这是 这个是一个 怎么说 这是 我们说 主耶稣 在来之前 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问题 我们教会 会面对的 我们发言到说 在这个 这第四支兽 他有十个脚 其中有一个 小脚跑出来 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小脚的工作 我们现在来看回 这个第八节 这小脚呢 他这里说 除了八处 那三个脚之外 他还有一个口 就是说 夸大的话 那他也是 行毁坏的 那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 二十五节里头 所谈到的 这里是谈到 这个小脚的工作 那因为二十四节 在介绍说 又有一王兴起 当然这就是小脚 那他必向 至高者说 夸大的话 必折磨 这至高者的圣民 那还有呢 要想改变 阶级和律法 那这个神的圣民 必交付他 守一载 二载 半载 我们知道说 这一个跟 启示录十二章 十四节 所谈到的是相似的 那就是当时 这个妇人 被龙攻击的时候 那妇人 就跑到自己的地方 去躲藏 那个蛇 那他在那里呢 被养活一载 二载 半载 那如果我们 以这样的一个 这个时间来 去做一个 一个定点的话 我们可以说 这个跟 启示录是相似的 可能 我们说 这个 但尼里书所讲的 其实就是 当教会 受到逼迫的时候 所以它是要来 跟神来敌对的 我们说 这是这个 就是启示录十二章 里头也有 十三章 里头也有 谈到的 他说 夸大 亏夸神的话 而且呢 还跟神 跟这个 说话 亏夸神 亏夸他的 藏目 以及住在天上的 就是那些 得胜的人 所以这个 小脚 的工作 就是这样 他要来攻击神 亵游神 然后来逼迫 神的选民 最更严重的 是要来更改 神的律法 跟这个节目 所以我们发觉到说 在我们 这个教会历史当中 我们发觉到说 那些假先知 他们一定会去 更改神的话 为了要让他这个 工作能够完成 就是来改神的话 他们一定会攻击 攻击那些 阻挡他们的人 那你在这个 启示录也看到 这个安提派 他也是因为 道理的缘故 而被杀 被杀掉 好 那我们看回来 这个 第七章 因为这个 这个瘦 它的权品 很大 权势很大 这是我们可以 从刚才所讲的 二十三节 可以看到 那这个小脚 它要跟圣民 来争战 而且还胜了 这个圣民 我们看 这个二十一节 圣民 是圣民 我观看 见着脚于 圣民 征战 圣了他们 那我们要怎么 去解释呢 是不是说 这些 神的百姓 都战败了呢 我们可以说 他们 这个圣的 这些圣民 就是说 他们可以把 这些圣民的 肉体的生命 杀害掉 我们来看 一个例子 启示录 有谈到的 我们看 这个第十一章 那第十一章 谈到 两个 见证人 那他们 做完 见证之后 那我们 我们会觉得 有兽 把他们 杀害的 我们看 这个 等一下 十一章 我们看 第七节 十一章的 第七节 他们 他们做完 见证的时候 那从 无底坑里 上来的兽 必与他们 交战 必却得胜 把他们杀了 那我们这样看的话 从字面来看 就说 他肉体死了 那他们的 尸首呢 就 倒在 大城里的 街上 这个就是 极大的一种 羞辱 那我们知道 说 启示录 这些被杀的 一定 不一定是说 肉体真的被杀 就是说 受逼迫 很严重的 逼迫 我们说 随时都有 生命的危险 所以我们 所要讲的 他得胜 顶多是 逼迫信徒 或者说 真正的 把他们的 生命杀害掉 但是 这些 圣徒 在神的眼中 是 得胜者 我们 这个淫妇是坐在她上面的 17章18章里头有谈到说 在这个妇人或在这个大城里头 有这些圣徒的血 就是说他们是逼迫这些圣徒的 或者是杀害这些圣徒的 因为这妇人是喝这些圣徒的血 我们可以看17章 第6节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 我们看18章的24节 先知和圣徒 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 都在这城里看见 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17章里头 这只兽刚抬着这个淫妇的 那其实他们就是要来杀害这些圣徒 那18章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到最后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这些恶事都被显露出来了 我们看回这个淡妮里书的第7章 我们知道说 这个第7章里头 有那个穿插了这个审判 神宝座的出现 然后神的审判 我们现在来看回来第7章 这个第9节 第8章说 这个狗说夸大的话 然后丹妮里就看见这个宝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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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好像有一个间隔 我们有感觉 我们有感觉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个宝座出现之前 就是这个受攻击 这个圣徒的时候 跟圣徒来争战 就是我们可以从21节开始 我们知道说 这个最后 这个瘦 你发现说 它一定是能力很大 它会逼迫 我们发现说 从服侍敬拜的角度来看 它一定会尽量地去阻止 让人没有办法做到 但这并表示说 它是得胜的 就是一定能够达到它的目的 它的得胜 它的得胜 顶多是逼迫 这些圣徒 把他们杀害 但当这个宝座出现的时候 就要来审判 但当这个宝座出现 这些圣徒都展开了 就是第十节那里 所谈到的 这个 看着 更古常寨者 他是穿着 衣服 是洁白如雪的 当然这好像 一个异象 不然的话 但你没办法看见 我们都常说 这是代表神的绝对 完全的圣洁 然后宝座有火焰 它的轮 好像烈火一般 当然这个可以代表神的愤怒 还有祂公义的审判的来临 那案卷打开 那这个小脚 还有这个兽就受审判 我们从十一节可以看到 这个身体损坏 被扔在火 火中浑烧 这个跟启示录好像有相似的地方 这个兽都被扔到这个火壶里去 那我们知道说 那最后呢 这个什么 这个十三节 十四节里头 谈到的 有一个像人子 来到更古 常在者的面前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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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像人子 可以意表 我们可以说代表 我们说 主耶稣基督 那我们知道 最后主耶稣基督 会跟这些圣徒 一起来得到 这个神的国 这就是最后的一个得胜 最后的胜利 那这个胜利 就是说 这些圣徒 没有离开神 因为主耶稣 这个神来的时候 一定会替他们 伸冤 我们从这个 二十二节那边 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 更古 常在者 来给 至高者的 圣民伸冤 那圣民 德国的时候 就到了 我们这样看的话 我们会发觉到 一件事情 当这个兽 出现的时候 表面上 看起来 他的能力 很大 圣徒 没有 没有办法 来去阻止他 但是呢 最后 当审判 来到的时候 那神一定会替他的 圣民 伸冤 我们说 我们要神来伸冤 我们一定要忍耐到底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去改变这个情形 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情 这是个兽来一定会做 会尽量地去破坏神的教会 破坏神的工作 来去更改神的道理 那这样看起来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 去阻止他 在这一个时刻 我们只能够保守自己 那这样 我们才不会 被他们来影响 这样我们才能够 坚守我们的信仰到底 所以我们从这一章 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 宝贵的教训 那这个 第一个 四个兽的出现 也一定会发生在 我们教会里头 而且他的势力 非常地大 他可以杀害 他可以逼迫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头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忍耐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忍耐 那坚守我们所信的这个道理 最终当这个神来审判的时候 那你发现说 这个受国的权 一定会被剁去 就是二十六节所谈到的 这样我们就能够跟神 就能够得到这个神的国 还有一点 我们要再谈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二十五节 一载二载半载 那启示录是谈到说 这个妇人逃到这个旷野去的 那边特别有提到说 她自己的地方 你发现到说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好像说我们被交在这些人的手上的时候 肉体上 看起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来跟他抵挡了 从启示录来看 我们要找到神为我们议备的地方 那我们说神所议备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那神所议备的地方 当然就是离开这个蛇 这个龙或者这个兽的地方 就是说不被这些兽影响的 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 我们看启示录 先来看一下这个十二章 我们都知道一开始的时候 就谈到这个龙 他用他的尾巴拖拉了 天上的三分之一的星秀 把他拖拉下来 然后呢 其实在这一章里头 我们看在天上有争战 还有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妇人要生产的 小孩一出生的时候 那龙其实在面前 但是却不能够伤害他 因为这小孩被提到神的宝座上 这是德圣的 这是代表德圣的人 然后圣经说 这个妇人就跑到旷野去 我们可以这样看 进入到十三章的时候 那兽就出现了 这兽是什么人呢 我们可以说 是包含了这些跌倒的 这些三分之一的 这些星秀 就是神的工人 所以他们呢 起来就攻击神 那我们在看 这个启示录十三章的时候 这一只兽 有这个 但一你所看见的 这四只兽的 这个特征 都在这一只兽里面 比如说 形象 像豹 脚像熊 口像狮子 那这个兽呢 有七个头 所以这还有 这个兽呢 也有十脚 都有冠冕的 但是他们的头上 却是有这个 亵游的名号 所以这些 我们说 这些跌倒的 这些工人 他们成为 一个 一个组织 一个集团 来攻击神 所以我们不要 把这些事情 当成是说 一定是在外面 教会以外 才会发生的 其实这里是在讲 教内 教会里头 将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一个兽 都是要来攻击教会的 当我们进入到 十七章的时候 这里就有谈到 这个妇人 坐在一个 什么 猪 我们如果看 这个十七章 她是骑在 猪红色的 瘦上 这个是 约翰被圣灵感动 在圣灵里头 才看到的 一件事 我们说 这个启示录里头 当然我们不说 那个也喜别的话 就有谈到 两个妇人 如果我们不说 在耶稀罗 有两个妇人 那 你发现说 一个就是 那个十二章的妇人 跑到旷野去的妇人 那十七章呢 就是谈到 这个妇人 就是 巴比伦 我们知道 这个十二章的妇人 是教会 我们知道 那如果这个兽是 这些跌倒的工人 所组成的 那骑在他们上面的 这妇人 当然就是 他们自己 所认为的 一个团体 或者他们 所自己 设立的 一个教会 但是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妇人 却是让人犯罪的 让人没有办法 亲近神 那你发现到说 这个妇人 生出来的 这个孩子 是被神所接纳的 这个十二章里头 这个妇人 她生出来的孩子 是神所接纳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 从这个十七 十八章 最后这个妇人 会被毁掉 这个淫妇 会被毁掉 是神亲自 把她毁掉的 就好像 当你记者 那个兽 那个小脚 那个兽跟小脚 也是神亲自 把她毁掉 我们如果在看 几世路的时候 这个巴比伦 被毁掉之后 那个天上众民 都在唱 哈利路亚 当我们读《Apokalypse》 当我们读《Apokalypse》 当这个妇人 被毁掉 人们在天上 在天上 都在响哈利路亚 恶势力被除去了 所以他们 非常地感谢神 就是说这个魔鬼的力量 消失掉之后 被神除掉之后 天上的这些得胜的 圣民都喊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 我们发觉到说 以后我们会经历 一场非常大的 一个争战 我们人绝对 没有办法得胜 当这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从议言书 跟启示录来看 我们也不能够 改变当时的情形 那我们只可以 做几件事情 第一就是忍耐到底 第二就要好像 那个十二章里头 所讲的 这个妇人的后裔 他们是靠主耶稣的 保血 他们是守道的 他们也不爱惜 自己的生命 借着这些 他们得胜的魔鬼 当我们进入到 十七章到十九章 我们一定要保守 自己在天上 那就是说 不要掉入 这个兽 或者魔鬼的圈套当中 我们原本是属天的 我们不要被 龙的尾巴 拖拉下来 那就是说 我们不要中了 魔鬼的诡计 去相信假道 我们能够持守 所信的道理 就是教会的道理 那我们就不会 中计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改变这些事情 的发生 可能在很多时候 你发现到说 这些传假道的人 势力很大 而且非常的嚣张 但是重点是说 我们虽然受逼迫 但是我们要保守 自己在主理 绝对不可以 跟他们有什么 任何的关系 不要被这个兽 印在我们的耳头上 跟我们的手上 这样我们就得胜了 因为我们 借着主的恩典 跟我们所认识的真理 保守自己在主里面 感谢主 这一节就到这里 结束 感谢主 我们停在这里 为这些事